人死如灯灭,亦如油尽灯窟,生命的灵光将再不存在,归于无边寂灭黑暗,一了百了。 现代医学上临床观察就是,人死时呼吸停止,脉搏消失,体温冰凉,新陈代谢功能完全丧失。 这是现在人们普遍性的认识。 可是真的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了吗? 不一定,就在台湾一家医院的监控中拍到了这样的画面,诡异的监控视频被发布在网站上后,一夜爆火,获得千万人的观看,看过的每一个人都大为震撼,纷纷感叹轮回真实不虚。 相信如果你看到了也会有相同的想法,那今天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视频显示尸体被白布盖住,安置在黑暗的房间里,突然一个明亮的灵体从尸体里离开,然后消失。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亡人的灵魂离开一个已死去妇人的身体的灵异画面。 有不少命理大师,风水大师,以及多位高僧也关注到了这件事。 命理大师分析说,人死后七天内必定会投胎转世,这位妇人的灵魂已经离体,在前往地府的路上了。 果然,灵魂真实存在,轮回转世也会必然发生。 莫子在其著名的莫子《名鬼》中,则充分论述了人死而灵魂依然存在。 周宣王要杀他的臣子杜伯,而杜伯并没有罪。 杜伯说,我的君主要杀我,而我并没有罪。 如果真的人死后什么都不知道,那也就罢了,如果死后而有之,那么不出三年,我必定让我的君主知道后果。 第三年,周宣王会和诸侯在浦地打猎,打猎的车有数百辆,随从数千人,人群布满山野。 太阳正中时,杜伯乘坐白马速车,穿着红衣,拿着红弓,携带红剑,追赶周宣王,在车上射箭,射中周宣王的心脏,使他折断几股,倒伏在宫带之上而死。 当时发生这个事时候,随从的周人权都看见了,远处的人也都全听到了,并记载在周朝的春秋上。 做君主的,应以此教导臣下,做父亲的,应以此警戒儿子,告诉他们说,一定要以此为戒啊,做事物必要谨慎啊,凡是杀害无罪的人,他必得到不祥后果。 鬼神的惩罚,就是如此的惨痛快速。 照这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大陆著名舞蹈家金星见过《死者灵魂》,金星在节目中讲述过,在1999年,英国伦敦地铁发生相撞事故的当晚近十二点, 自己在事发站帕丁顿等地铁时,突然走过来一位穿灰色西装,个子高高约70岁的老先生坐在了自己旁边隔坐。 眼圈是黑的,眼珠清澈地像一颗蓝玻璃球,眼睛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渴望,好奇,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人的呼吸感觉,身上传来极强的殡仪馆,才有的消毒水味道。 第二天,金星在报纸登出的《死者照片》中,发现了昨晚这位老先生。 按照佛教所说的因果律,我们来生的去处,是由我们金星和累世所作所为决定的。 金星与人为善,心有善念,来世极大可能会投生到善道,如人道、天道、修罗道等。 如果作恶多端,即极大可能投生到善恶道,如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等。 如果此生珍惜,人身修行,则可能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及其外佛国世界,彻底解脱六道轮回的痛苦。 南宋时期,宰相秦桧为敌如虎,一心主张向金人妥协投降。 他觉得,名将岳飞一心抗敌,有了他,一和就难以实现。 为了铲除岳飞,他就诬陷说,岳飞有心谋反,并把岳飞抓入监狱。 可是岳飞没有被他的威势吓到,就是不肯承认造反的罪名。 由于罪行是编造出来的,当然没有证据,所以秦桧无法定岳飞的罪。 有一天,秦桧和老婆王氏在卧室的东窗下,商议该怎样对付岳飞。 王氏要秦桧不顾一切地定岳飞死罪,不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秦桧采纳了齐齐王氏的毒计。 很快,秦桧指使监察御史莫齐谢等人,伪造一些证据,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不降张献,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他们的死刑,处死在风波亭外。 岳飞死后,众百姓都为他冥冤。 后来,秦桧在游溪湖时得了病,很快就一命呜呼。 没过多久,秦桧的儿子秦熙也死了。 王氏非常挂念丈夫和儿子,想再见到他们一面,就请来一位道士,做法术去招魂。 那个道士来到地狱,找见了秦氏父子,莫齐谢也在这儿。 可是,秦桧和莫齐谢这二人带着铁家,正在接受着各种酷刑的惩罚,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灵魂召回人间。 秦桧哭丧着脸,对道士说,麻烦您,请带话给我夫人王氏,就说,东窗士发矣。 秦桧说话的意思是,我与夫人在卧室的东窗下,密谋杀害岳飞的计划,在人世间十分机密,无人知晓。 但是,却瞒不过鬼神,这里的鬼神尽知,我们的诡计已经彻底败露了。 可见,人心生一面,天地尽皆知,人在做,天在看,重善因,得善果,重恶因,得恶果。 天道报应,真是不虚啊。 除了罪大极恶的人,死后立即堕入地狱,或部分修行人临终可以立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其他佛土外, 大部分人要经历中阴身阶段,这里的中阴身阶段,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灵魂死后的去向。 中阴身阶段要经历七七四十九天,在这阶段,如果在世的亲人, 为其做超度,就可以避免堕入三恶道,如果有家人或朋友引导他信佛,念佛,求生昔悦极乐世界, 亡人可以在中阴身阶段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中阴身阶段,神通力最强,中阴身不是鬼,鬼是鬼道的生命。 而中阴身是中阴身的生命,中阴身有五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 中阴身能看到我们亲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的,只是他想和我们见面或说话,我们见不到他们,听不到他说话。 但我们和他说话,他是知道的,甚至我们一想他,他马上就可以到我们身边,中阴身不是鬼,他是我们亲人或朋友以另一种生命形式存在的,他具有神识,还有记忆,一般也不会害我们的,所以不用害怕。 所以,我们在亲人或朋友离开我们之后的49天之内,我们还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教他跟我们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49天之后,他到了应道的地方去,我们还可以帮他做念佛,诵经,供斋,放生等善事,他还是可以得到我们为他所做的功德的。 50天之后,当今世界真正见过死者灵魂的人同样很多,只是很多人平时并不愿主动提起,以免被无知或邪恶者假以所谓科学之名,无为封建迷信。 而且,很多年龄稍大的人,也都曾亲眼看见过自己过世的亲友等。 该类现象,常发生在亲人刚去世几日内,或鬼节前后,不过,人、鬼毕竟已是阴阳两格,为彼此生活方便,平时本不宜频繁接触。 2020年2月,日本有一位母亲给电视节目投稿,说她儿子有前世记忆,三岁的时候就吵着要见前世的妈妈。 后来节目组去采访这个叫知慧的母亲,她的小儿子叫光二,当时18岁。 五年前,光二三岁的时候就突然说了一句,现在妈妈的声音一点都不可爱,这句话让知慧下了一大跳。 之后光二又说,以前的妈妈声音可爱,而且温柔。 那天起,光二就不断提到以前的妈妈。 有一天光二再次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言论,这让知慧更加确信儿子有前世记忆。 当时光二不但能清晰地叙述自己前世过马路的时候被车辆撞死的情景,而且还画下了事故的现场。 知慧看完以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知慧认为儿子一定很想见见以前的家人。 于是他开通了推特账号,公布了儿子提供的线索,帮助他寻找前世的家人。 光二说过,前世他很喜欢打游戏机,那种游戏机跟任天堂生产的红白机一模一样。 因此知慧推测光二前世应该是活在红白机大流行的时代,大概是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 另外,光二清楚地记得自己身亡的当天正骑着一辆50cc的红色小型电动车,当时是周末,光二出去买东西,然后就出事了。 光二记得车祸附近的红绿灯还会发出类似小鸟的叫声,知慧将这些信息整理好,然后发到了推特上。 没想到竟然吸引了三万多的网友为他转发了推文。 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陌生人表示,他最近回到了偏远的故乡,发现以前关系很好的后辈的儿子多年前因为车祸身亡了。 而车祸的过程与光二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陌生人还去了事故现场,拍了照片发给知慧,光二一看到照片就大叫,我见过这里。 后来知慧也去了那个小镇,根据陌生人描述,那位车祸身亡的男生的年龄,职业,家庭成员,父母职业都跟光二描述的吻合。 当知慧来到事故现场的时候,他惊呆了,现场所有的设施和儿子所画的地图基本一致,路上有黄色的盲道,电线杆拐角的位置也完全吻合,就连这里红绿灯的身影也完全一模一样。 于是知慧写信给那户人家,表示想要认亲,可他们拒绝了。 他们说不愿再回想起伤心的往事,知慧也只好表示理解和尊重。 最后,他决定注销推特的账号,不再研究儿子的前世。 类似的案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前世记忆这个说法在科学界的争议很大。 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基因记忆,也许所谓前世和后世的人在基因上有某种联系,基因继承了记忆。 目前,科学家无法证明究竟是否存在前世记忆,答案只能留给后人去探索了。 无独有偶,另外还有一个九岁小女孩,也觉醒了类似的前世记忆。 有一名妇科医生,她的名字叫做池川明,正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她经常可以接触到新生儿,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便经历过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某一次的问诊中,她发现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竟然还记得自己在妈妈子宫中的情景。 她告诉医生自己泡在水中,而且还经常玩,一根绳子。 这个发现引起了池川明极大的兴趣,于是她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胎内记忆上。 从2000年开始,她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访问了3600多对母子,发现其中有30%的小孩子都存在胎内记忆。 这些小孩子在三岁的时候记得最清楚,随着年龄慢慢长大,过了六岁之后就渐渐遗忘了。 她认为这些研究对于人类的计划有着极大的作用,因此她在2016年的时候把这些研究拍摄成了纪录片。 对这部纪录片来说,有一个小女孩不得不提,这个小女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位女主人公。 她的名字叫做小锦,年龄只有九岁,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她除了有胎内记忆外,还记着前世的记忆,为此还写了一本书。 很多人在听到前世记忆的时候,认为这不过是影视剧或者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桥段,世界上是不存在前世的。 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仍有许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类探索,我们也不能完全认为前世记忆就是不存在的。 就像纪录片中提到的这个九岁的小女孩,她所说的话以及某些行为确实值得人类去深究。 这里小编也不做过多阐述了,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网上搜索。 毕竟有很多的片段,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如果就像小锦所说的那样,前世记忆是真实存在的,那是否意味着那句话真的应验了呢? 在科学的尽头,真的是玄学吗? 除了这个九岁的小女孩外,在我国湖南也有这样的一处村庄,村里的人大都记得前世的记忆,并且还能够说出细节。 其实很多科学家前去研究也没得出个所以然来,所以科学并不是万能的,某些事物尽管在不合理,但是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它的价值。 不知道大家对前世记忆是怎么看的呢? 人类真的存在轮回转世吗? 佛说,我们都在轮回之中,只是不记得罢了。 轮回,为众生从无始以来,辗转生死于三界六道之中,如车轮一样的旋转,没有拖出之漆。 轮回的主体是第八时,阿赖耶时,它含藏了生命的种种记忆和一切造作的痕迹,具有感果的前置。 它犹如一个库藏,不断存入或取出,但它并非不灭的灵魂,而是念念生灭,不断流变的。 生命是轮回转化的,我们常见的生命之死不是生命本身的死,而是生命的转化现象。 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需要通过生死之门,喝下孟婆汤忘记前世,进入了另一个领域,从这个领域看来是死了,而从那个领域来看是生了。 所谓轮回,实际上是上下浮沉的生死流转,并不真的像轮子一般的回环。 轮回的范围共有六大流泪,佛教称为六道,那就是由上而下的,天道,人道,修罗道,傍生道,鬼道,地狱道,这都是由于五戒十善及十恶五逆而有的类别。 五戒十善分为上中下三品,感生天,人,修罗的三道,十恶五逆分为下中上三品,感生傍生,鬼,地狱的三道,做善业,生于上三道,做恶业,生于下三道。 在每一类别中的福报响尽或罪报受完,便是一期生死的终结,便又是另一期生死的开始,就这样在六道之中,生来死去,死去生来,便称为轮回生死。 智慧因正物时无差别,却因执迷而有分别,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也就是精神,说到底是灵魂。 飞船之所以能载人上月球,归根到底是科学工作者的灵魂所引导和决定的。 当然,要实现灵之所想,要有物质载体。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载体,最终还是由精神来决定。 灵魂出乱,一事无成。 看来,会有个精神宇宙,当这个宇宙与物质宇宙结合时,会出现某种奇迹,如人的产生与发展。 精神宇宙的单个灵体,会独自出来走游,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进入已经有另一个灵体进驻的人脑内,并搞一些恶作剧。 于是,就有所谓精神错乱者。 这个世界,灵体与物体经常相扰。 所以,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仍然无法解释轮回的奇异时机。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请给我点个赞,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